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弊 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 我們的服務包括專車接送、辦理營購手續、簽約等的跟進 以及在客戶沒辦法到現場的情況下幫客戶購入深水單位 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一個是想諮詢意見或者想獲取樓盤的資料 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希望今後都能夠幫到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之前我們有一條影片曾經說過 說是珠海唐家灣這邊有個地方就叫北韋 再早前一點的時候,其實我們這邊的Dixon 也都出過一條影片是專門說北韋的一個前景 也都有提到一些未來的基建配套包括深珠通道等等 今次我們就想介紹一個是你基本上過到來 價錢適合有單位就買到的項目 因為早前我們也說過,這個地區裡面 有部份的盤基本上每次開盤賣光 每次開盤賣光 簡單說,即使你是有一大塊錢 都未必給你一定賣到樓的 可以看到這一邊的樓盤是非常受歡迎的 的確是非常誇張的 主要由於北韋這裡 在高薪科技方面的一個產業的前景 是非常強勁的 接下來我們交給我們的Panda 帶大家進去樓盤這邊看看 Hello 大家好,今天也是我的Panda 我們現在是位於珠海唐家這邊 今天帶大家看的項目是 牙居樂國際花園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進去看看吧 其實今次這個牙居樂國際花園 是正式上算是牙居樂這個發展商 首次進駐珠海的項目 為什麼說正式呢 因為大概在八年前左右 其實有另一個叫做牙居樂藥克棍的項目 它宣傳上會打出珠海、橫琴等等的字眼去講 不過事實上樓盤是位於中山的坦州 好了,我們現在就是銷售中心這裡 身邊是我們的專業銷售顧問陳先生 現在由他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Hello Hello 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珠海牙居樂國際花園 在我們一個珠海的一個區域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我們這個圖裡面呢 橙色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珠海牙居樂國際花園所處的位置 那麼和大家介紹 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珠海市的情況 珠海是分為四個區域的 分別就是我們的 的主城區 香州區 就是我們項目所處的區域了 那麼另外呢 西北部呢 這邊就是我們的斗門區 另外還有西南部的金灣區 還有最南部的一個橫琴的自貿區 那麼我們主要就說回我們所在的位置 我們呢就是屬於 香州區、唐家灣、北圍片區的一個核心的位置 那麼我們這個區域呢 主要呢就是對接回我們三大的一個跨海基建的工程的 分別呢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深中通道 深珠通道 還有我們港珠澳大橋的 那麼首先呢 我們說回我們港珠澳大橋的一個情況 其實它落成的一個意義呢 是在於呢 我們令到我們珠海成為我們全國 唯一一個可以呢 即是開車 六路可以連接澳門和香港的城市 即是全國只有珠海可以做到 你開車可以去到澳門或者香港的 那麼另外呢 我們的深中通道呢 就是17年那時動工的 2020年的年底就會通車的了 那麼就在中山、南朗、翠鏗新區這邊上來 半個小時的車就可以到達我們保安國際機場這一邊 那麼我們的樓盤呢 其實距離這個跨海大橋呢 只需要半個小時的一個車程而已 那麼其實呢就是等於一小時十五分鐘之內 可以由我們 馬居樂 直接通過深中通道 到達深圳的保安國際機場 那麼但是呢 我們呢最重要的就是 說回我們一個深珠通道的一個建設了 深珠通道呢 是最直接可以連接回我們珠海、唐家、北圍 直接到深圳的南山區的前海自貿區了 就是我們所知的蛇口港都在前海這邊的 那麼它有兩個方式可以到達深圳前海 分別呢就是可以800米距離 就是有一個珠海北站的一個城際軌道的站點 20分鐘的時間呢 就可以直接通過深珠通道 到達前海的自貿區了 或者呢我們可以通過開車 就是自駕車的方式 2.5公里就去到海邊 那開車30分鐘就可以到達前海自貿區這一邊 亦都是相知非常之方便的 那麼其實呢 前海這個位置呢 就等於我們譬如說 你們在香港回來 或者我們在大陸過去香港 都要經過這個港深圓江高速 經過深圳灣過關 就是我們前海這邊了 那麼我們說回我們珠海 另外的一個市內的城市的快線 那麼一個呢就是我們的金琴快線 金琴快線呢就是連接回整個珠海南和北的了 在我們這個位置出發 經過金琴快線 半個小時呢可以直接到達我們橫琴的自貿區的 非常之方便 全程呢是沒有紅綠燈 亦都是一個城市快速路 另外呢如果我們想去回珠海的老城區 市區裡面 譬如說是吉大啊南鋪這些位置的話呢 我們經過輕業快線 就是15到20分鐘時間 可以到達我們的市區 或者呢 加多兩三分鐘呢 就可以到達我們的一個拱北口岸 就可以過關到到澳門這邊了 第三個方式呢就是呢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城製軌道 珠海北站 我們往北呢就是45分鐘去到廣州南站的 45分鐘廣州南站 那廣州南站呢就可以有發往全各地所有的高鐵了 那另外呢15分鐘 是15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從我們珠海北站 經過唐家灣站呢 明珠站 直接到達拱北口岸 全程是15分鐘的時間 那大家也會關心啦 譬如說我們回香港了 那要通過什麼方式呢 那其實呢可以通過 我們15分鐘的城軌 到達我們廣北口岸這邊 然後坐回40分鐘左右的大巴 就可以通過廣州澳大橋 回到香港這邊了 也是非常之方便快捷的 那就說回我們項目附近的一個規劃了 我們項目附近呢最主要呢就是 看到我們項目附近有一個 譬如說禮和小鶴啦 半圓之園的公園啦 另外還有呢 我們有一個大型的商業配套 就是我們的大德世貿廣場啦 那他們呢 他們呢就會是明年的六月份就會開業的 那它就是集了酒店啦 寫字樓啦 公寓啦 還有大型購物廣場 唯一體的一個大型的商業體啦 另外在珠海北站旁邊呢 就在我們今年的十月底 就拍了一塊地 那它是純商業 那它大概呢 在二十五個月之後會開業 是一個保隆的國際的商業 購物中心來的 那另外呢 那我們這一邊呢 阿居樂這個位置呢 再往上覆蓋 那其實它會有很多大型的開發商 都會在這邊拿地去 去建造我們的物業的 那分別呢 譬如說有萬科啊 華潤啊等等這些一線 國內知名的房企 都在這邊拿地的了 那其實大家肯定會去想啦 為什麼我們這邊會有兩個大型的商業體呢 因為呢不單單只是我們住戶比較多 另外呢我們這邊呢 第三的 最外圍這一圈呢 就是我們一個 一個國家重點扶持的高薪技術開發區了 那它會集了國內外呢 很多是一些高薪科技電子行業的人才 會在這邊辦公啦 會在這邊生活啦 所以無論是住啦 或者是我們的一個購物啦 生活配套啦 也是需要盡快去完善的 所以來說的話 我們這個位置呢 就是集了我們一個購物啦 娛樂啦 譬如說學校啦 這些生活配套都是有的 另外還有人口去支撐回 我們這個區域的經濟啦 或者是我們這個生活配套完善的一個發展的 OK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一個沙盤的一個模型的情況 我社不所指的位置呢 就是我們一個營銷中心的位置 也是我們站在這裡的位置啦 那麼呢 我們這個樓盤呢 就是分三期開發的 那麼分別就是第一期 我們呢十二棟樓 全部都是複式的單位 那麼後面呢 二期三期呢 都是我們的一個平層單位來的 那麼我們先介紹回我們一期這邊的情況 一期呢 我們我們 我們蛇不所指的這個十二棟 一棟 以及二棟 已經是接近基本受慶的狀態了 那麼我們現在目前呢 在賣的 流動分別就是 第十棟的一個複式 那麼它有個戶型分別就是 一百二十平方 還有背面向公園的一百平方 另外還有一個我們的三棟 三棟呢 我們主要的一個呢就是 可以南向河景的一百平方 複式 也是我們這個小區 我們這一期最後一棟 擁有這個景觀的一個流動 是 那麼我們這個小區一棟這邊呢 主要的圓林的配套分別就是 我們一個八百平方米的泳池 那是下沉式的設計來的 那麼通過泳池下沉式設計這邊呢 去到負一層 就是在我們十二棟的下面負一層呢 我們會有一個我們業主 專享的私人的一個會所 裡面呢分別有我們的健身房 瑜伽室 桌球室 旗牌室 以及我們的生鮮超市 這些都會有我們的配套的 OK 那我講回我們平層那邊的單位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獨立的商業街 那麼其實我們的配套都非常完整的 那麼日後的 譬如說買菜啦 或者是我們的有兒院啊 其他生活配套都可以在我們商業街裡完成到的 好了 那麼跟著我們鏡頭呢 就來到我們去到我們的第二期 還有第三期的平層的一個模型 一個模型 那麼分別呢我們第二期呢 現在目前已經完全是受慶狀態的了 一套都沒有了 賣光了 那麼我們現在賣的第三期的一個平層 那麼我們首先主推就是 我們一個第五棟平層五棟 我射筆所指的位置 那麼它有兩個戶型 它好記的 分別就是我們86平方的平層單位 那麼它就是前面這兩戶 那麼三房一位 兩個陽台的 那麼後面呢就是我們的王牌戶型 116平方 四個房間 兩個陽台南北對樓 可以看到樓景 也可以看到原林景的一個王牌戶型 去看示範單位的路上會經過一個很闊的原林 大家也可以仔細地品味一下它這個原林 我個人來說就覺得建得挺好 挺喜歡的 那本身呢 雅居禄都是做度假盤起家 所以在原林的布局方面呢 是做得理想也都很合理的一件事來的 這個樓盤呢可以看的示範單位非常之多的 我們現在呢先來看了126方 以及85方這兩隻戶型先 個人呢就會覺得85方那隻職是開得很好的 因為現在一房即是有三個房 那麼整體的布局空間禁也都相當理想 我們現在呢是這個116方三階一房 兩廳兩位的一個示範單位的 現在進去看看吧 這一門口呢是一個入門花園 是啊 這個是一個全贈送的玄關位置來的 可以做鞋櫃 是 有個窗 是 有個窗 嘩 來這邊吧 這邊呢是一個以陽台去佈建的房 但是它交給你的就是房 不是陽台 所以做到一半贈送 這間房是半贈送的 贈送的 空間非常之大 這間房大概有幾大呢 這間房大概有八個房 八個房 是啊 好啊 好啊 來到我們的客廳呢 就是我們重點要介紹就是 我們擁有南北對流兩個陽台的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主陽台的位置 就是景觀的陽台了 可以給你更好的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 這個陽台都好闊喔 陽台是贈送這個花園 花園部分呢就是全贈送的 是啊 所以做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主陽台呢可以做到 四分之三贈送的 陽台有幾闊喔 這樣看好像幾闊 陽台陽台到一米七的 一米七 是啊 不錯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的 那這個 我想問一下呢 就是這個廳的開間有幾多 我們的開間呢就是 三米八 三米八的開間 是啊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 生活陽台的位置 而且看到我們的廚房非常之大 它這個陽台呢 都是半震送的 這個陽台平時呢 可以用來浪衫啊 或者呢 它這裡呢 都有遇留了一個 洗衣機位 還有一個熱水器的位置 在這裡 是啊 看一下廚房 它廚房也很大 它廚房呢 是一個 腰型廚房來的 它這邊呢 有一面窗 所以呢 就不用擔心 日間的採光不夠 是啊 是啊 那麼它這裡是 交收是 毛皮還是 是毛皮交付的 毛皮交付的 但是我們業主可以選 我們雅居樂 自己的自己的裝修套餐 那麼可以呢 提前呢 在你收樓之前就裝修好了 那麼呢 提前把那些甲存啊 那些等等有害的物質呢 提前才去除的 那麼 它是毛皮交付的 那麼 這個空 這個冰箱位呢 可能有些 觀眾朋友會覺得小 那麼你自己到時候 去裝廚櫥的時候 就按照你的冰箱大小 去預留位置 就可以了 看一下房間 這間是一間客房吧 是這間是客房 客房 帶一個小Q窗 放了一個衣� 這個位置都可以的 那麼它的飄窗位的話 是全震送的 是全震送的 這個公務衛生間 這個大飄窗位的 轉身方面都非常闊落 它都是做了乾濕分離的 都很闊 完全都不會覺得窄 這個飄窗位的話 到時候可以放些莫用品 或者寶寶那些肉盆 都是有位置的 它這裡 馬桶邊 它都有預留了一個插座 到時候如果想碗食 那些智能馬桶 都是OK的 好 看一下這間 這間會大一點 可以做回兒童房 或者是長者房 它帶了兩個床頭櫃 加上有預留了 有衣櫃的位置 飄窗也是超大 這個飄窗很舒服 好 多次後 可以在這裡位置 剩下一個衣櫃 因為小朋友 或者長者 衣櫃不需要很大 其實就是 咪 咪二 按一下 我應該都不夠用 哇 主人房這個飄窗 都很大 而且主人房是大了有衣帽 嘩 還有我們有衛生間 但是說實在一句 我覺得這個衣帽 對於我來說有少少少 對於我來說有少少少 不知道觀眾朋友怎麼認為 不過如果一般來說 兩個人的衣服可能不夠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你前面那些位置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櫃 那些五斗櫃 都是沒問題 這個主人房的洗手間 就大很多 真的大很多 這個飄窗位 也是大很多 空間完全夠了 都不會覺得窄 你們可以看看 比剛剛那個客廁還要大 嗯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示範單位 就是85坪 現在一房兩廳一位 就是我們一個比較黃牌的護形 因為它85坪 可以做到三房一位 兩個陽台的設計 首先看看我們一個廚房的位置 廚房的位置直接就可以 可以有我們廚 我們平時煮飯 需要用到的一個廚房位 另外還有一個生活陽台 生活陽台的話 可以放洗衣機 或者是浪衫也可以 那如果你覺得 我們有一個廚房不夠大 你可以把這棟牆打了 這個牆打了 打通它 推出去 就變成一個大廚房也可以 可以的 很棒 這個想法 是啊 那餐廳的位置 就設計了 在我們廚房一出來的位置 其實這個動線 是非常之合理的 是的 那直接來到我們 就是我們 大廳的位置 出去也是我們陽台 陽台的寬度 也是去到四分之三 贈送的一個面積 相當於是這一塊 這一塊是全真鬆的 是的 這裡 這個陽台挺舒服 是不是就是說 這一塊就是樓上的這個位置 是啊 它是假的花瓷 它並不是花瓷 只不過是這樣做 可以令到我們這個位置 可以全真鬆 哦 是啊 那看看我們房間的位置 那首先呢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 次外客人房 客人房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 做到85方的客人房 做到是 絕對的空間 是絕對夠大的了 已經是 到時候呢 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剩下一個衣櫃 就不會說這個房間就沒有衣櫃 我覺得其實那個樓窗位 雖然說小了一點 但我覺得挺舒服 那個樓窗位 小小的 洗手間呢 它也是做到乾濕分離的 都不會說可以窄 這個沐浴間 對 有了一個窗 到時候呢 你自己呢 在這裡呢 剩下我的三角架 放那些沐浴露啊 那些 都是沒問題 這裡也是預留了 插座給大家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這間房間呢 都是二油桌碰見 所以可以做到 就是二分之一 是贈送面積來的 可以做兒童房 或者做書房 都是非常方便 都非常合理的設計 這面窗都不錯 採光很足夠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的重點就是 主人房 主人房 85平方 就是整個區域 都不會像我們 做得這麼出色的 主人房的設計 它有一個大飄窗 兩邊床頭櫃 再加上電視櫃 再加上大衣� 都非常足夠的空間 它放了一張大雙人床 加兩個床頭櫃 加一個衣櫃 這裡還有空間 還可以站在這裡 就不窄 真的不窄 比較舒服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是剛才那兩套示範單位 用第一身的視角 帶大家去看多一次 由於已經介紹過 不作重複的講解 讓大家聽著音樂慢慢去欣賞 在旻山 shut down 還有一模一樣 不會再跳 我在典塊 都一點點 孔一個其實 不要這招唬 我 showcase 我們 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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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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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